這個文字編碼 特別注意就是最後做出來 就是它總共有幾個 第一個是 Unicode要轉為16進位 所以秀出來要像這樣子 那原字串就是 它原來的字串是java 程式 那java有沒有 它是英文的 程式是中文的 那我講過就是說 在那個 Unicode的編碼方式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程式裡面 有個附近用程式裡面的 系統工具 裡面有個字元對應表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出那個 看出那個Unicode的那個編碼方式 那字元對應表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們這地方 講這個地方我用心系名題 比如說我這個用心系名題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0的話它的位置是 其實就0030 然後 2的話0032 那這邊都有一個對應的位置 那就可以注意 如果是中英文 你會發現前面這兩個字都是00 它只有後面兩位是有數字的 那可是中文的話不一樣 中文隨便一個字 它都一定會把這四個碼都用上 而且它是16禁位的 這是Unicode的規則 那也就是說將來 我們將來要把它輸出成16禁位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編碼方式 如果是英文或者是數字的話 前面都是00 00 J的話是4A A的話是4E 然後 V的話是56 然後 J還是4E A的 A還是4E 然後後面的話 乘4 這兩個一定是用滿 所以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轉碼之後 會有缺兩個0的問題 會有缺兩個0的問題發生 那我要怎麼轉碼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 轉碼的方式 我大概先把那個完成的部分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字串先叫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宣告一個S的一個字串變數 去接這個原字串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在這邊寫一個to hex 也就是我要把unicode 轉成16 進位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呢 寫在下面 那這個方法的話 是有return值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string 然後呢 我進來的東西 也是一個string 這個參數的話呢 是一個字串的參數 進來之後我要怎麼樣做轉換 你特別注意 基本上呢 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我們原字串 其實我前面一直強調說 字串實際上就是 所謂的什麼呢 chart的陣列模擬有沒有 就是那個字圓的模擬 所以我要把裡面的編碼 把它叫出來的話 實際上非常的簡單 就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 我先return return的部分的話 我先宣告一個string result 預設子給它空的 因為怕下一次使用的時候 裡面有直 會希望把它清空 再來的話怎麼樣呢 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部分 因為我們字串 基本上就是陣列 一個字圓陣列 所以呢 我們是從0到字串的長度 小於長度 然後加加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宣告一個chart c 這個chartc是什麼呢 就是把一個字 一個是撈回來 比如說j j怎麼樣呢 先丟給它 好 那丟給它之後的話呢 我利用什麼方式轉換 換為16進位 特別注意這邊有一個方法 叫做integer 這邊有個叫integer to sex stream 所以呢 將來你只要在這個地方呢 點一下 打一個to 打一個to有沒有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好幾個 其中一個叫to hex 就是16進位的一個編碼方式的一個方法 那利用這個方法 我可以把c放進來 這個把字圓放進來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字圓轉換為16進位 並且存在s2裡面 然後最後的話 我再把s2 再把它串接 因為我最後串接呢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字一個字 就是說總共有四個英文字 兩個中文字 那中間的話呢 用空白把它做分割 所以最後要把它串接 那串接的話 就是什麼 加等於 然後把這個s2把它串在後面 再加上什麼 加上空白 可是喔 特別注意我現在把它run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run出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英文的部分怎麼樣 都只有 也就是說我取得hexstream的時候呢 如果數字或英文 或者符號的話 它只會返還給我什麼 給我兩個字 因為它前面0,0 它不會自己補上 它會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不會補上怎麼辦呢 而且它會把它當成indiget 是整數來轉 所以呢 前面0,0的部分呢 欸 就會漏掉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喔 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補上0 也是個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呢 我的字轉長度呢 是四個字的話 那就不用補0 可是我的字轉長度如果兩個字的話 那我就要把它補0 也就是說 轉換成16進位之後 那我要怎麼樣 再把0補上 這個等一下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喔 可以用那個 有一個叫substream的方式 好 substream的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 再去 根據它原來的長度 去做一個增加或減少 那前面要再把它增加00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稍微思考一下 好 那最後把它串接之後 秀出來第一階段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16進位可以轉出來 好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要把big5 再轉換為 這個16進位 好 big5 那我big5怎麼轉換為16進位 特別注意喔 因為Java裡面 預設的編碼方式就是unicode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先把它轉成big5 再轉成16進位 變多一個動作 OK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要怎麼樣把它轉換為16進位呢 接下來第一個 這個地方 在第三步驟 變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要把unicode轉成big5 那這裡的話呢 我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傳進來一個 這個Java程式 先丟進來 那我要怎麼樣轉成big5呢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方法 方法在下方 我已經寫了 也是一樣 會return一個string 那進來的也是一個string 也是一個string 的一個s的一個 str的一個參數 那非常簡單喔 這個地方呢 其實只要用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catch部分 這個地方 如果我不把catch包覆的話 好像會產生error 我看一下 如果這地方有沒有 tricatch 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們要做tricatch包覆的話 它會產生error 它會提示什麼 它要怎麼樣 以tricatch包覆才可以 所以在轉型的時候 在big5轉unicode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怎麼轉 第一個 用new一個string的方法 就是 等於是 也是匿名物件的宣告方式 new一個string的時候 後面傳什麼呢 傳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 我們用string裡面的get by 那get by 就是要取得 變成哪一種 就是變成big5 後面的話呢 是unicode的編碼方式 那unicode的編碼方式呢 它的standard就是ISO ISO後面加0 ISO859底線1 這個就是unicode的編碼方式 那也就是說 我要把unicode的編碼方式 轉變成big5的話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就是 後面是unicode 轉成哪一種編碼方式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 get by get by 然後呢 把這個轉換為什麼呢 轉換為 這個big5之後的話 再丟回去給 STR 然後讓它return回去 不夠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你這樣寫它會產生錯誤 那不過還好是 Ecalybs會自動幫我們包覆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點選它 以tricage包覆就可以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們把這個tricage包覆上去 主要是這一行 主要是這一行 但是轉換之後的話呢 現在只有轉換為big5 可是轉換為big5 其實會是乱碼的狀態 那我們最後呢 再return回來之後呢 必須要怎麼樣呢 再把它轉成什麼呢 轉成16禁位 所以你會發現我執行出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是unicode的16禁位嘛 這個是這個big5的16禁位嘛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些是一樣的 哪些是一樣的呢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在unicode 在big5跟unicode 它的那個英文跟數字的位置 它沒有改變 只有在中文的位置有改變 而且中文的話 會有所謂的high by跟low by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它出來的這個編碼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再做一個前面補零 因為最後範例裡面要我們怎樣呢 就要把它補零 有沒有 所以有high by跟low by的問題 那最後再把它轉出來 那這一題稍微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先講到這裡 等一下我再來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畫面 先給各位參考一下 總共會 那最後再把它轉回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題目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 字串編碼的一些 這個問題 那其實這個地方 用的最多的就是在那個JSP上面 那個寫server server端的網頁部分 因為現在server端的網頁部分 常常會有unicode跟big5編碼的問題發生 因為像我們瀏覽器有的時候會有 會出現那個run 主要就是說 我們client端可能用的是big5 但是server端給我們的是unicode 所以在那個JSP動態網頁撰寫 常常會需要做那個編碼的轉換 轉換的部分 通常建議就乾脆全部都轉成unicode UTF8 比較省的麻煩 但是你轉換UTF8 可是有些client會是big5 那你還是要把那些問題給解決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好 好 好